布局压线下次再来 从9月份开始 考机车驾照增加新关卡 多了危险感知测验 民众报考前得先上网进行测试 判断什么时候需要减速煞车闪避 另外9月新制还有 北北高骑楼禁烟新规定 连锁超商咖啡厅骑楼不能抽烟 违规者罚2000元到1万不等 但很多民众根本不知情 真的不晓得 其实我没有太大感觉 9月1号上路的除了规定 还有许多福利 像是租屋补助 针对20到40岁单身青年 两年内新婚家庭 以及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 每个月补助2600到5000元不等 台北市补助加码 就读私立幼儿园 2到3岁孩童 每学期补助13660元 公托准公托多了2500元到4000元 补助其他托婴中心或请保姆雇 补贴也多了2000到3000元 想出去玩的话 9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 秋冬旅游补助扩大 自由行团客住宿美房补助1000元 外岛自由行补助可多用一次 哪边有补助 然后很多人就去那 它其实有没有效果 还是要看吧 这也是政策因素啦 这不会太久啦 有一部分是原本就有 那但是没有那么好 或是适用度没有那么高 但是选举的时候会比较扩大一点 民众普遍认为补助力多 和大选脱不了关系 选举年政策红包大放送 其他9月新制还包括 新北电动机车尾不再免费 淡海轻轨 尖峰时段傍晚6点到8点增加班次 都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想省荷包不想挨罚 得张大双眼将心智仔细研究研究 欢迎新闻林聚 010台北报道